花花姐 起床了 花花姐 起床了 花花姐 根本睡不醒 虽然我的家很小 但是我的院子很大 现在外面 我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 云雾缭绕在山间 叫醒我的 不是梦想 而是美景 起床 我说怎么这么冷呀 现在我这里的温度只有6度 静下起来 打开窗 心情美美的 这个场景大家一般应该是 很难见到吧 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三个女孩早上的化妆台 很懒哦 这个桌子就直接没有翻折 拉出来这一块就可以用了 看 我就是那种著名的 擦身文具多 虽然咱的技术不咋低 但是咱的工具多呀 一个女孩子 一个包 我的包好像是最大的 我感觉 在这个位置 化妆可能会更自然 为什么 因为我们贴近大自然 外面就是美景 不仅心情美美大 妆容也可以美美大 虽然我们是房车出行 目前已经好几天了 但是我们要求我们自己 每一天都是精致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车上的储物空间多呀 所以我们可以把家里的 这一套家伙事 全部都带出来 跟在家里的作息 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唯一的不同就是 虽然我们的家很小 只有这么大 给大家一个镜头 看一下 但是没关系 这个大家镜头 拉出去 我们的院子 很大 哇这个水流 我这不叫浮的 这个一下就把我的思绪 拉到了小时候 不知道你们小时候 有没有经历过去河沟里洗衣服 这样的经历啊 你看这个多方便 这样的住车地呢 是我最喜欢的住车地 有山 有水 有草原 还有小动物 那这个地方的小动物呢 就是大牦牛 小牦牛 现在呢 我们就提着这个干净的泉水 然后回到我们的车里 把我们的车里擦洗干净 其实房车生活 和我们在家里的生活 好像也没有很大的区别 在家里早上起来 是不是先收拾自己 然后完事之后 收拾家务 看这个水 很干净的 先留一点 其实我在家里 我就是一个 存懒不愿意收拾家务的人 为什么 因为家里的这个面积有点大 哇 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镜头 那个阳光洒在山上 感觉那个山地一块是在 闪闪发光的 我发现这个山呀 在光照的折射下 它能呈现不同的美 如果光线了 它直射的话呢 它就是金颤颤 如果说是乌云或者是背光的话呢 它就是黑乎乎 好了 现在开始到我们的这个小家了 我这个船啊 应该不是属于高分 应该是提水 锻炼身体的 我们现在就要 把咱们自己的这个小家里 收拾干净了 其实每天只要你这样擦一擦 能够保证车里面干干净净的 这样也能让我们的心情 美美搭 你们知道女孩子住过的房间 什么东西最多吗 我想这个是女孩子之间应该都能够感同生受的 这个答案可能只有女孩子能够一下打对 那就是头发 更何况我们三个都是一个长发美女 所以在那屋子里面 地上最多的东西 她就是头发了 你看我们把这个小桌腿一收 然后我们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它就能更加的方便 它就能有这种 大块的大面积的这样去擦 哎呦我的天呀 除了头发 还是头发 所以这个卫生一定要及时的清理 不然再好的房子 不收拾不清理 它都会变成一个脏乱差的房子 我见过有些房车 用过半年之后 就像一个移动的杂货铺 里面很乱 甚至没有撒脚的地方 但是我也同样见过 用了三年之后的房子 里面还是干干净净 就好像钢铁的新车一样 所以呢 有一个会收拾的女主人 然后爱干净的女主人 对于一款房车内部卫生的保持 也是非常的关键 踏步这个地方是最容易藏屋辣垢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脏东西一定要把它给扫出来 哈喽哈喽 大家晚上好 现在就是我们夜间的一个住车的情况啊 我是睡在了下面的这个固定大床上 我旁边还缺一个人 我旁边还缺一个人 这个人现在在卫生间里洗漱 然后前方呢还睡着一个小妹 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 好 卫生间里又出来一个小妹 这就是三个小妹的温馨房车 你看我们今天盖的这个被子啊 已经是一个厚被子了 因为我们到了雨子溪了 这边的天气非常的舒服 大家还在露腿露腰的时候 我们已经快要裹着雕了 然后下方这个大床 简直不要太爽哟 然后上面睡一个人也很爽 哎 看见这个吗 这个是我们今天被邀请去藏民家 他给我们献的哈达 你看来西藏这样的地方 一定要多吃苹果和牛奶 给我们自己补充营养 补充维生素 看三个女生住的房车还可以吧 这边来让干干净净 前两天的命都是靠空调给的 今天已经不需要开空调了 温度很舒服 我现在给大家开一个窗户 看一下外面还能看到什么场景吗 嗯 看不清了 能看见远处 咱们这里驻扎了很多飞行房车 亮了这个灯 咱们自己的一个小彩灯哦 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呢 咱就可以拉上隐私帘 然后车里面就有一个 很好的隐私的效果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密闭的小空间 每天起来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 这种感觉坚持不要太美好哟 亲爱的你帮我拿一瓶奶吧 我想喝奶 看透不说透 我还是好朋友 这样的话 全网车友都知道 我每天早上起来容易尿机呀 这是冰箱里拿出来奶 还是凉凉的 冰冰凉 可别 可别 谢谢大家